这样烧茄子是一道很好吃的下饭菜 但是在家里做要过油 特别浪费 今天来分享不够油的家常做法 洗干净的茄子不用削皮 把它切成条 削好的茄子把它放碗里 加两层盐 然后把它抓均匀 腌制十分钟 腌好的茄子 加一点清水 把盐洗干净 洗掉盐就把它倒出来控干水 锅里油烧热 先把豆沫炒下 肉磨炒香后 把蒜磨和葱摆上去 再把茄子放在水 把它翻炒两下 再来一包酱烧汁 翻炒均匀 来加一点清水 一点就好了 清水加进去煮两分钟 汤汁快干了 茄子也变软 就差不多了 出锅来一点小米椒和葱花 把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酱烧茄子就做好了 酱香浓郁 做法也特别简单 超级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鸡蛋